偷车贼抡起锤子砸碎车窗 在屋里睡觉的诺顿被惊醒 他踹开家门 对黑人开枪 黑人重担无法动弹 他胁迫黑人咬住路边的台阶 然后一脚踩在了他脑袋上 面对警察的包围 诺顿只能乖乖听话 他举起双手丢掉枪 警察立马冲上来将他逮捕 诺顿一点也不恐慌 反而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因为他惩罚了可恶的偷车贼 这是在伸张正义扫黑除恶 而且他从小就痛恨黑人 他认为黑人就应该被清理掉 他的父亲就是被黑人谋杀的 所以诺顿成为了种族歧视者 他通过崇拜耐粹发泄极端情绪 还和当地的不良分子结为团伙 一起去抢劫亚裔和黑人开的商店 将牛奶和消毒水泼在他们脸上 将保险箱砸向商店的橱窗 作恶多端 但入狱后诺顿却转变了对黑人的看法 首先他和狱中的白人结成帮派 但犯人鱼龙混杂 对诺顿很不友好 被欺负的诺顿只能想办法防身 他露出了内粹的纹身 在犯人们面前耀武扬威 很快就找到了同伙 在狱中的犯人想要过得好些 就会在暗处发生交易 获得额外的利益 这些都被诺顿看在眼里 他认为同伙这样做违反了内粹精神 所以公开损害了同伙的名声 但没想到因此被同伙在洗澡时侵犯了 他在医务室里失声痛哭 从此诺顿夹起尾巴做人 变得低调不敢张扬 不和任何人结伴 但他的素由小黑看不下去了 所以前来劝他改变思想 因为落单的人只会被欺负 小黑认为他应该找一个好依靠 否则寡不敌众 在狱中的生活会变得很难熬 但诺顿变得非常颓废 一点都不想做任何的反抗 从此他见到同伙就低头躲避 在健身的时候 有一大群绑大妖元的黑人走来 他立马就起身离开了 既然惹不起 那就躲起来 不过让诺顿意外的是 在接下来的牢狱生活中 他也没有再受到过欺负 其实他明白是小黑在暗中保护他 让他免遭欺负 在即将出狱的那天 诺顿来和小黑告别 他微笑着看着小黑 将他当成了真正的好朋友 虽然诺顿坦言自己的猜测 是小黑帮助了自己保全自身 但小黑却否认了这一说法 他才不会费尽为了一个白人拼命 不过诺顿坚持自己的想法 诺顿和黑人互相捶了捶拳头 将黑人视为自己的好友 这是诺顿从未有过的感觉 他转身离开了监狱 这所让他保偿坚信的地狱 也让他转变了从前根深蒂固的观念 不再仇视所有的黑人 而是有所分辨和认识 是小黑的出现让他从此脱胎晃骨吗 从狱中离开的诺顿 回到家中见到了自己的弟弟丹尼 丹尼听到哥哥的遭遇苦不堪言 表示非常的同情 诺顿也对自己杀过人表示后悔 因为那种愧疚感是无法磨灭的 但却无法挽回父亲的生命 是一种以血还血最空虚的方式 人不能一直活在愤怒和悔恨中 那样是无法向前看的 他必须要学会和过去和解 才能走出偏见 看到更广阔的人生 父亲因公殉职是真 身为消防员在黑人的住宅区灭武 却被黑人所杀 但不一定所有的黑人都是坏蛋 诺顿在狱中遇见的小黑 就是好心帮助了他的朋友 当诺顿重新回到了社区中 帮派的小弟也发现了他 大家都对这个大佬表示尊敬和好奇 纷纷为上来询问他的近况 但老白已经厌倦了帮派的生活 他只想赶紧找到一个出口好逃离这里 不再被这些纷扰所分心 所以当弟弟被帮派的老大带到办公室 被诺顿发现时 他赶紧把弟弟赶了出去 并和老大坦白的真心话 他要带着弟弟和他们撇清所有的关系 因为这里的人际关系和丑恶让他作误 他再也不愿意当帮派里的其中一员 也希望老大不要把他的弟弟拖下水 老大当然不愿意轻易放走他们 毕竟帮派如果想进就进 想走就走 岂不是把这里当儿戏 诺顿不想忍受老大的威胁 于是二话不说就抡起拳头揍人 让老大都吓猛了 他的小弟们也将诺顿的驱路堵住 但诺顿不想伤机无辜 又要保护自身 所以他及时将小弟的手枪抢走后 就一走了之了 但弟弟见到他性情大变 感到非常恼火 因为这样是一种背叛 终于诺顿向弟弟讲明了狱中的生活 那是谁都不想触及的地狱 当弟弟向他展示了纹身时 他也让弟弟不要再崇拜极端和暴力 那样只会反过来伤害自己和家人 他回想起妈妈曾带了新男友回家 但诺顿却把新男友给轰了出去 在家庭聚会上 诺顿义正言辞地赶走他 他们不仅产生了话语上的争端 而且还因为新男友犹太人的身份 让诺顿对他极为仇视 本来好端端的家庭聚会 也因此成为了鸡飞狗跳的闹剧场所 无奈之下新男友只好离开 妈妈也对诺顿的反对表示伤心 但种族歧视的事情从不会停止发生 几个黑人将白人男孩围堵到洗手间中 男孩是无辜的 只是由于肤色不同 才引起了这场悲剧 只见黑人对男孩拳脚相加 将男孩的嘴角都打出了血 他根本就没有反击的能力 丹妮就在洗手间的内侧 本不想掺手的他实在看不过去了 于是从里面走了出来 直面三个暴躁的黑人同学 由于丹妮的气势凌人 还把眼圈吐到了黑人脸上 这样的不屑让黑人很不满 但上课铃声响了 再加上丹妮的挑衅看起来不好扰 所以黑人才先放过他一马 在家中冲凉的诺顿 忽然回想起童年时 和弟弟一起在海滩上玩耍的画面 阳光照在他们的身上 当时他们是那么纯粹快吗 没有任何的仇恨和负担 如果能像飞翔的鸟一样 自由自在的就好了 诺顿在沉重的束缚下变得不堪负重 他渴望退去这些枷锁 如果看日出能够让一切重换新生 那么诺顿很乐意去做 他在镜子前整理好西装 系好领带 弟弟丹妮也凝视着镜中的自己 仿佛一切都可以从头来过 但就在诺顿带着弟弟出门吃饭时 却有两个制服人员上门找他 原来他从前的同伙被打入医院了 伤势严重 制服人员希望诺顿可以出面调解 毕竟从前他们都听他的话 但早就脱离团体不想沾边的诺顿 并不想再回到从前拉帮结派的日子 对此邀请他非常抗拒 在制服人员的再三要求下 诺顿只好答应了下来 跟他们去医院走一趟 但在这之前 诺顿要先送丹妮去上学 诺顿和他道别 让他乖乖在学校学习 没想到就是这样简单的告别 却是两兄弟的最后一面 丹妮背着包和女友一起上学了 诺顿才欣慰地出发去医院解决事情 没想到上回丹妮在洗手间发生的事端 还让几个黑人同学耿耿于怀 他的挑衅和盛气凌人惹来了杀生之祸 就在丹妮去上洗手间的时候 不速之客也开门进来了 诺顿在冥冥中预感到了不安 却没有及时回去 只见丹妮转身后 就看到黑人同学仇恨的眼光盯着自己 黑人同学举起了枪 对他开了三枪 丹妮瞬间倒在了血泊中 根本就没有生还的可能 校园内马上拉起了警戒线 制服人员也火速赶到了现场 诺顿纹身而来 却已经为时太晚 只见诺顿飞奔而来 不过他人的阻拦要硬闯洗手间 看着心爱的弟弟躺在血泊中 在洗手间的地上毫无尊严地倒着 诺顿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喊声 他一时间还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丹妮的女友有哭得泪流满面 这场悲剧是否可以避免 最初诺顿也以暴力为荣 认为只有将黑人赶尽杀绝 才是最优的选择 但他在入狱后改头换面 也对弟弟苦口婆心地劝道 不应该再歧视黑人 但黑人同学却主动找上门挑衅 丹妮也是出于保护同学的目的 才出了一口气 但却埋下了祸根 让仇恨的种子生根发芽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可能藏有邪恶的一面 但在少有温暖的现实面前 更应该用爱心来互相宽容 诺顿因为自己的冷酷和极端 遭受到了足够多的挫折 才醒悟过来不能盲目仇视他人 如果他能更早地认识到悔改的必要 那么弟弟还会惨死吗 这个答案也许没有最终的答案了 唯有留存下来的友谊 能一直让诺顿警醒 黑暗中仍然有希望的光芒